那么我们现在海峡两岸呢 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对于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那么有些人在电话上等了很久了 我们现在来接听台北黄先生的电话 台北黄先生你好 好 那个马英九这种中国政客 好像在吹香肠 一天吹一点一天吹一点 要讨好那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中国大陆也很清楚 不只是台湾人有一部分的主张统一的人很清楚 国民党根本就说中纪统一 就是说假的只是很可怕 国民党最怕统一 我不会骗你们 因为我们这一群真的主张 中纪统一的这一群人 被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说中共也很清楚 中共不是不清楚 所以说马英九这样的吹香肠政策 最后也是一场空服链 绝对 中国大陆这一队不会接受的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您的电话 我们来接听湖南电视观众王先生的电话 湖南王先生你好 我听了你们这个有关台海专家 这个一些专家讲的话呢 和民族的这个期待 好像你们的水平高 但是有些搞得复杂化了一些了 越听好像越觉得有些迷惑起来了 我觉得可能要搭起一点 在两岸关友力上 长久这么不能纠缠了 也拖不起 就是能不能用 对先生当年代的就是 只要是不谈斗里 什么都可以谈 那么现在就会什么都可以大陆了 要做比较多的让步 是不是可以考虑 像王一还有什么 这个王光雅他们的讲话 我觉得听起来 不大舒服 因为真正解决中华民族的问题 必须要妥协 因为三民族在中国 并不是坏东西 马克思主义呢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磨合了 共产主义本身 在这个海外有比较多的开放 我认为这十个事实 不管是经济体制 还是未来的走向 鉴于如此的话 我认为这个 马亦九先生做的一些让步 我作为大陆公众 我是比较能够理解专场的 问题是我们大陆 也应该做出回忆 否则的话 就给民进党未来的态度 留下了空间 不管是这个WHO 还是WHO 这些关系统子 我们都可以大胆一些 至于联合国的主乡 国家地位的 那是可以 那是可能有待商榷的 那个杨宇先生在这上面 我觉得你以前的讲话 有比较高深的 也比较能够移动 不知道您对这个大陆 现在会给予哪些方面的让步 我妥协 也引引回应台湾的蛮友 谢谢 好 谢谢您的电话 我们来接听台北谢先生的电话 台北谢先生您好 台北谢先生请说 谢谢 喂 喂 谢谢 那他那经济政策 是说633 那后来就改成632 那附所得税 原先是486 那是不是 也是要配合改成386 或286 不然的话 附所得税可能就是跳票 那台湾有意义加入联合国的实质参与 那这个项目事前是不是要与大陆先商谈一下 那等有共事的时候再提到联合国 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成功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先生您的电话 辽宁高先生 辽宁高先生是一个电视观众 辽宁高先生你好 好 高先生不在电话线上 我们来接听一下桃园徐先生的电话 桃园徐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觉得马英九这个善意的回应啊 对于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现状啊 说的完全是正确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观众好像说 退了一步以后 你就可以漫天叫价了 还要叫他特飞带啊 还要叫他这个 还要叫他接连带 干脆你就可以叫他给我们独立了 没有 很简单 至少才我敢讲 中共至少鼻子摸摸 会让台湾多两个国家 如果在今年之内 他们现在台湾是23个国家 承认中华民国 如果还有25个多两个国家的话 我就觉得那就是非常善意的回应了 剩下人家加联合国 不要那么多啊 头一点点 提到一个桃园就想按来怎么样 没有那么好的事啊 好 谢谢桃园徐先生您的评论 博弈 好 那么刚刚 我们又听了一本 是总观众朋友的电话 好 那么这个 刚刚湖南的王先生有提到说 其实他觉得大陆的官员呢 在这个对台的政策的一些谈话上呢 似乎他的这个调性呢 好像还是不太能够让人接受的 那么最近呢 我们也发现到说 除了在这个奥运期间呢 这个大陆方面 称呼台湾的时候 有的时候叫中华台北 有的时候叫中国台北呢 当然以这个奥运的模式 应该要叫中华台北 但是有的时候呢 一不小心就会喊这个中国台北啊 那当然这是一些作业上的疏失 后来中国方面也这样是说了 不过最近像这个毒奶粉的事件呢 也有部分的毒奶粉流到这个台湾地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大陆的这个卫生部长高强呢 他有提到说 他也说 他说有部分的奶粉呢 是流到了这个我国台湾地区 当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说出来以后呢 马上呢 就是台湾的陆委会呢 就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表示说 这样的一个说法是 台湾不能接受的 同时也会损害台湾民众的感情啊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杨丽宇教授 就是说 您觉得就是 这个在两岸的这个名称上 事实上 不管大陆要怎么称呼台湾 都会被这个很多的有心人士 拿着放大镜来检视的 那么中共是不是 他有在称呼台湾的这个名称上面 始终有的时候无法统一 那么究竟是 他内部无法统一 还是说 其实他跟台湾讲的 或者说他内部实行的 是两套 是两回事 您的看法呢 我是认为 大陆现在要统一讲法 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 有关像大陆的国台办 这样的组织 这样的机关呢 他们知道应该用中华台北 可是其他的机关 你刚才说大陆卫生部部长 他的讲法又回到 又回到这个中共的传统说法 我国的台湾地区等等 因为 现在大陆 其实我倒是认为 大陆在这些问题上 可能是 有故意的成分在里面 国台办 统一 口径 一个说法 可是其他的 其他的机构 你像外交部 外交部的说法 就也是不一样的 外交部曾经说过 台湾不是国家 台湾无权参加联合国 因为联合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才能参与 所以我是觉得 大陆 国台办 这个窗口 出来的说法 就是中华台北 可是其他的机关 国台办也管 也管不到 其实我倒是觉得 有的时候 国台办当然故意放纵 刺你两下 提醒你一下 因为主动权 事实上在大陆 在外交问题上 甚至在经贸问题上 主动权是完全在大陆手上 台湾是相当的被动 所以在国际参与上 在两岸关系上 台湾是处于被动的 台湾是处于一个 非常不利的地位 这个是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 台湾没有办法改变 马银九也没有办法改变 是 好的 谢谢杨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来请教吴汉吴教授 刚刚也有听众提到说 这个 好像两岸呢 这个在参与这个国际组织方面呢 好像并没有 一直到现在都好像没有 正式的互动跟协商过 那么当然这个对于两岸来讲 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所以我们发现到说 就是两岸在协商的时候 目前也都是以经贸问题先行 经贸问题为主 但是我们也发现到说 从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来看呢 似乎先不要谈彼此的 这个政治认定问题 但是就台湾的这个 国际外交生存发展来看的话 好像有很多民众也开始在 期待马政府有一些动作了 那您觉得这个时候 已经恢复的海基海协 是不是开始要就这个问题 来做一些先期性的磋商呢 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在处理这个 就是有关于两岸之间的议题啊 那么过去以来 我们这边始终所 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式 就是先经济后政治 先事务性的 后再谈原则性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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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